遮風擋雨的家變成這副模樣 然後牆壁都已經整個拉扯 裂開了 它後面整個往下沉 然後好像筷子折斷了 我的房子就是被硬生生 就是被遮 前後洞已經就是折斷掉了 腳底下每一步都是碎裂磁磚 地面下陷傾斜 裂痕神不見底 不僅住家 連店家都無法營業 原來然後裂開 它是現在怕危險 紅磚牆一半倒下來 磚塊散落一地 誰都可以直接闖進來 毫無隱私又相當危險 這裡是花蓮光復街 住戶控訴附近一處建安工地 從兩年前開始施工 引發周圍多棟房屋下陷 牆壁嚴重軍列根本沒辦法住 然後大概在兩年半前 他們開始抽水 一座地基的時候 就陸陸續續有下陷的情況 磁磚什麼都其實在地震前都已經剝落了 那地震後當然是加大它拉扯的程度 住戶再三強調 零四零三強陣之前 這些污損情況就已經發生了 像工地旁這一間開業四十多年的牙醫 牆面顏色深淺不一 這是建商用水泥修補過的痕跡 地震過後再次裂開 後院地面下陷的更嚴重 住戶指控建商將責任推給地震 不願意負責 十多戶有家歸不得 或是店面無法營業 每過一天都是損失 屬於建商的責任的部分 他還是必須負緊責任 那對於這個地震的修繕的補助 我想縣府這邊也會來協助民眾 面對指控建商公司回應 道路軍列已經發包廠商重鋪利清 其他零損問題是天災還是人為 責任歸屬要由第三方土木及時判定 第一邊新聞高志宏 蔡新宇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